要问谁最败家,答案肯定非老外们莫属了 且不说那一次次爆点天物的泡澡旅程 单说那一次次的手机实验就足够让人沉默结舌了 不是把手机用各种物体包裹从高楼扔下 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来毁灭它 一波又一波的操作真是让人心疼不已啊 这不,金儿可居然想用切割机来对付手机 瞧瞧,老外迅速准备好三部不同的手机 看看哪一部手机最坚硬呢 首先老外拿出诺基亚固定好 随后就启动了切割机 当切割机小心翼翼的靠近时 只见诺基亚顿时就被切开 并且外表还直接被弹飞了 接下来更是轻而易举 就将其一分为二了 随后老外又拿出另一部按键机固定好 无聊二者接触瞬间一阵火花带闪电 手机还是没能敌过切割机的强势猛攻 直接变成了两半 最后就是苹果手机了 当老外启动切割机后 便直接吵着iPhone切割 谁知这效果更是显而易见 宛如切纸一般毫不费力就会一分为二了 想不到三部手机都没能敌过切割机 这样的结果也是让人目瞪口呆 不得不说有钱人的事情